今天我讲的这个主题呢 是跟运营有关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淘宝这个词 我记得应该是0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在温哥华在读书 在温哥华呢 我们用的这个线上的购物平台叫eBay 那中国也有 以前叫eQ 对吧 那那个时候我对于淘宝的第一个印象是 我觉得不靠谱 为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你卖我的东西人是谁 你卖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去买你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从07年到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 所以说在过去的这个10年 我们从传统的这种消费模式 变成了由线下转为了线上 那为什么会让我有一天就是 想到要做微商这个行业 其实很有意思 我记得是11年还是12年 微信开始盛行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哎 它有转账功能 而且那个时候转账提现的时候 是不用手机费的 那这个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 既然说它能够转账 能够提现 那就证明它可以作为一个商业变现的载体 那也就是恰恰在那个时候 微商真正在中国 它实行起来了 因为我讲的是社群运营 所以呢我想跟在座 分享一个就是 目前我在这个 所谓传统电商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各位像 是不是像我一样啊 是个网购的这个 网购购物狂 现在如果你打开一个页面 通常你在上面会看到 店主写了一句话 叫更多的新款 请加店主微信 为什么要加微信 对吧 我既然有网上的店 我为什么要说加店主的微信 那是因为传统的这个电商呢 所谓我们这个流量 是我进到你的这个店里 我买件衣服 我买饼干 买完我走了 我们没有再多的联系了 甚至有的客户 没有任何粘性 对吧 你店里面膜 卖68块钱一盒 他明天卖58 我立马去那家店买 我跟你没有任何的粘性 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脆弱 那为什么会加了微信 微信是首先 你把这个客户 从一个浮动的微弱的流量 沉淀到了你的微信当中 起码你有了第二次机会 能跟它产生粘性 这是一个趋势 那么呢 在2018年 有一个新的名词 慢慢浮现在 我们传统的这个线上的行业 叫社群的运营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啊 我们也肯定有你活跃的群 对吧 像我 我之前最早 还是个网购少女的时候 有代购群 对吧 有了孩子以后 孕妈群 被拉进了一个叫育儿的 这个幼儿园的学前班群 这一下心里 有点接受不了啊 但是呢 这没办法 对吧 年龄增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加入不一样的社群 一切不以变现为目标的社群 全是耍流氓 对不对 我们想一下 我们在做这个社群的时候 如果这个群 每天 光光光给你讲一些 没有任何用的信息 你屏蔽了吧 对吧 第一件事 大家都挺忙的 我有时间看你这没用的垃圾广告吗 没有 第二件事 你这个社群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的输出 你拉我进来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我 我退群了 那假如说我跟你挺熟的 你拉我进来了 我也不好意思退群 那算了 我就屏蔽那个社群的信息吧 我就 反正当一个死流量 我在这个社群里待着 你看啊 即便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会发现 大家都在玩手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不管是从购物 还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 都已经从线下 移到了线上 刷朋友圈 看看最近朋友在干嘛 可能我跟你都一年没联系了 但我朋友天天给你点赞 我也知道你在干嘛 像我的父亲 现在生活在那个温哥华 我俩 自从我结了婚以后 我这个爸爸真的 俩月也不跟我打一个电话 有一天我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 他说 哎 每天我在跟你点赞啊 我知道你在干嘛呀 已月 这就是大家现在的一个生活模式 对吧 我没见到你 但是呢 我知道你在干嘛 所以呢 这个社群 首先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社群当中 但是呢 我们社群的目的 大家想 认真想想啊 你说学习 学习什么 获取知识 获取知识干嘛 我要知识为了赚钱呀 最浅显的 有的代购群 干嘛 我拉你进来 我告诉你东西卖的便宜 所以社群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产生 便现 那么谁来便现 怎么便现 首先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 叫做创造客户 社群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由人 它一定不是由产品 对吧 你这个社群活跃的一定是人 大家在群里讨论 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发现啊 在过去就是传统的这个实体行业当中 是我们人去找货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天我去逛街 我男同胞们一定是这样的 我想好了 我没裤子了 我走到商场去 我去了那个专柜 我付了钱 我走 这是传统的一种消费模式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为什么 如果今天你打开你的淘宝APP 或者小红书 你会发现你的首页 每个人的首页都不一样 为什么 大数据是能够知道你对什么感兴趣 你在什么样产品的页面 停留的时间长 所以它会把它认为你会感兴趣的货品 推荐到你的首页 这是什么 货找人 为什么会出现货找人的情况 因为我们未来的 未来我不能说太久的时间吧 但是我觉得至少五到十年 人是我们在做所有项目的 最基本的一个要素 给你掏钱的是谁 是人 不是这个蹲在这里白菜 也不是你喝的这个矿泉水 不是 是人会做成真的便现 那这个呢 我想举一个实例啊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位 因为男士居多 听过这个名字 叫翘十岁 这个算是国产意义上第一个微商品牌 我记得我在13年的时候 我还在上班 然后呢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闺蜜 很好的朋友 她是做这个品牌代理 她还不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是代理 你知道她一个月 就光卖这个牌子 拿反点 还不是说我卖货的现金流 光拿反点 600万 一年的时间 她差不多赚了小一个亿的现金 这个数字太可怕了 我开始我真的 就是我也是一个就是传统行业出来的人 因为我以前是专门做地产招商这一块的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微商这个数字 微商大家的概念是什么 今天你喜提马沙拉地车 什么明天喜提欢迎你晋升什么什么总裁 微商的老套路 对吧 我这节目我真的看着他啊 从住在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小的开间 人家一年之内 那个劳斯莱斯也买了 是法拉利也买了 我当年看不起人家做微商的 我说那个我要去上班 得 我一年也就是 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 二十万块钱吧 就是工资 还不是人家一个零头 那为什么这个品牌 它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 今天我不想聊它怎么来的 我想聊它怎么没的 至少现在你们没有见过这个品牌了吧 是不是 为什么 首先它呢是占取了 就是第一波红利先机 它是第一波使用微信 作为载体变现的一个品牌 你说这个面膜有多厉害 至于一年卖那么好几个亿 没有 对吧 面膜我们都知道 面膜要是管用的话 你们的媳妇们还去什么美容院啊 对吗 还吃什么胶原蛋白 还做什么保养 还做什么微整 但是它是第一个用微信作为载体 我们在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如果今天我在家里 我也不用早上九点钟去办公室打卡 我也不需要就是说 每天跟领导点头哈腰 然后呢就累得跟什么似的 我只需要在家动动手指头 发一个产品 这一三年的时候啊 有人会转账给我 我发货就行 我也不用上班 它是一个弹性非常强 且一个门槛很低的这么一个职业 所以在一三年 它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概念 那个时候那一批做微商的人 真正赚到了钱 好那我说一下 这品牌为什么没了 那个时候它的IP是什么 国货之光 我们中国属于自己的第一款 微商的品牌 它为什么没了 很多人跟我说 轻轻是因为当时央视曝光了 说这个面膜里面什么 有添加剂什么什么这那的 我就想再做一个问题 2017年有一款游戏 叫王者荣耀对吧 那央视都出那个文 要封杀它了对吧 那个未成年不准去玩 那王者荣耀现在有人玩吗 当然我刚才在上面吃饭的时候 看到同事还在那天天玩 吃鸡王者荣耀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翘十岁它当年所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卖货给你 你拿钱给我 咱俩就结束了 咱俩关系就是这么简单 你想一想 翘十岁客户和客户之间有粘性吗 没有 你和我品牌之间有粘性吗 也没有 说白了就是你给我钱 我给你货 咱俩结束了 这样的关系一旦再出现负面新闻 或者是出现不利于他的新闻 你相信我 就是好事啊 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一个人说有问题 俩人说有问题 仨人说有问题 行了 这个面膜一下 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 销声匿迹 这个后来呢 在一段时间 我恰好呢 就是因为我这个好朋友 是他现在最大的代理嘛 对吧 那个时候 然后呢 我也接触到这个品牌的创始人 我有问过他 我说 我想问一下 现在你这个翘十岁啊 你是怎么去做这个运营的 他跟我说 我明年啊 我买了个厂子 也赚了钱了 我准备要卖东西 我要研发新品 我的那个面膜产量要翻倍 后来我跟他说了一件事 他还当时不以为来 我说我想跟你说 我说你这个产品啊 现在你这个销售业绩下幅 不是因为你没有产品了 是因为你没有人了 你没有客户了 大家不会买你的面膜了 你告诉我 你就是再做更多的系列又怎么样 没有人为你买单了 而且那个时候 他在就是默契的时候 那个翘十岁做了很多 所谓的促销 最早的时候 398块钱一盒 一盒才五片 我们算算吧 多暴利啊 我之前就是做这个 护肤品行业的 我也不妨告诉大家 像面膜现在市场上 就是一片 我们不算包装 一片成本 几分钱到一毛钱 差不多了 它的差不多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量级了 它卖你一个盒398 这么赚钱的一个东西 没有了 没有人了 你再降价促销 也没有用了 即使你手上捏着 大量客户的信息 和大量代理的信息 也没有用 为什么 你盘不活他们 所以这就到了 为什么要做社群 因为我们不是要做产品 我们要通过一款产品 去创造客户 那前面已经说了 对吧 人掏钱 不是产品掏钱 那很多人问我 说清清 那这个客户怎么创造啊 我想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 因为时间很有限 如果今天我拉了一车西瓜给大家 吃过西瓜的人 可能会过来买 敲一敲 打一打 听着还不错 我买一个回家 这叫传统 西瓜坐在那等你来找我 什么叫创造客户 如果我把西瓜 以这样的呈现的方式给你 可能这样的销售率 会大大的增加 为什么 因为我在卖西瓜的同时 我卖给了你服务 你看我卖西瓜 衍生品是个勺 对吧 我除了卖西瓜 我还能连着勺一起卖 羊毛出羊身上 第二个 在我给你看到这个产品的同时 我会让你尝试 人现在喜欢的什么 体验 我给了你体验 我给了你服务 我给了你附加值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有可能创造你的客户 你只靠传统啊 我做一款产品 让别人来买 不可能 我跟你讲 在现今社会 产品太多了 蛋糕就这么大 客户就这么多 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产品 你能给他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思维是要创造客户 刚才我说到这个 王者荣耀啊 王者荣耀 2017年 现象级的一款 线上的手游产品 它为什么会引爆 首先 你想一下 如果今天30个人 有27个人举手 那三个人什么感觉 我靠 我out了 太可怕了 王者荣耀是啥呀 他们都在玩什么呀 我跟你讲 这就是我2017年的感受 为什么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 我不能说10个有10个在玩 10个有9.5个在玩 我是唯一那个不喜欢玩游戏的 我是游戏bug 你知道吧 我玩不了游戏 那那个时候 我经常朋友圈能看到别人刷 我今天什么什么 又什么从青铜变成白银了 什么又是王者了 对吧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就是一个倔强青铜 我玩不了这个游戏 那首先 社群 它就是一个社群 因为大家都在玩 你不玩 你不合群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腾讯2017年最赚钱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 首先我讲一下它的属性啊 因为我是花了就是三四个小时 从来不玩游戏的人 去研究这款游戏 真挺为难我的 就为了在座各位啊 首先它微信登录 大号小号你可以随意切换 第二个呢 是你动动手 我这个号在玩着 那个号我随时 过来加入我的战队 我们要组队了 我们五个人 对吧 跟对方打排位赛 然后呢 我这个这场比赛 我是拿了多少分 我是升级了还怎么样 我随时能发朋友圈 他在做什么 他在连接人 经常我们之前看那个 王思松做那个电竞 是不是 经常在骂 你是不是傻 你到底会不会那什么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跟你有语言的交流 我跟你有共通性 我跟你能聊到 这个人的技能是什么 对吧 我们就有 这是除了简单浅显的 这种买卖关系之外 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 这种话题的 这个刺激性 对吧 而且呢 在18年的时候 最新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 我一哥们跟我说 最近这个王者荣耀 还有一个上传相片的功能 我在个人主义 还能看到这姑娘 漂不漂亮 祖罪的时候 我看我要不要跟她祖罪 对吧 带着小姐姐一起玩 这是通过一款产品 她找到了自己的客户 即使在王者荣耀 推出的时候 央视出了很多文 说不能玩物丧志 不能天天玩游戏 但是它还是形成了 一个社群 所以腾讯 是靠王者荣耀赚钱了吗 嗯不是 腾讯是靠王者荣耀 找到了用户 形成了用户的消费习惯 是用户在给他掏钱 我们最后做的是什么 是产品吗 不是 最后我们把用户链接起来 让他形成消费习惯 粘合在我这个品牌 在这个平台之下 他们才是我们的产品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做社群 那马云讲过一句话 说什么 说手里一定要有一款 过硬的产品 天塌下来都不用怕 那我觉得那是过去的十年 如果今天要轻轻来说 我觉得我手里 一定要有一群死忠的粉丝 对吧 天塌下来都不会走的那种 我说啥你买啥的这种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我们要的是人 不是产品 产品太多了 那很多人问我 说轻轻啊 那这个社群 哎呀你不用跟我说了 我懂 不就是群吗 QQ群 微信群 建群不等于去建社群 因为我们要考量几个问题 有的人在跟我聊 说轻轻那个你看啊 我手里有很多资源 我一下能建十几个群 一个群里有五百人 我光光光能给你拉到好多人 你这个最多叫一个流量 对吧 做渠道流量 但是你没有任何这个社群的属性 为什么 就像我说的 你拉我进一个群 我都不知道干嘛的 你这个群就是个死群 而且很多人会发现 开始拉到群里 大家还出于面子上啊 还打个招呼 你好你好 不过三天完了 那群没有人说话了 因为我不知道干嘛的 你要做一个社群 首先你要明白三件事情 你为什么拉这个群 群里有什么人 为什么别人留下没有走 这个三个事情想不明白 我欠你真的不要拉这个群 白拉 还费你的流量 那这个地方呢 我要讲一个案例 小米 但是呢 今天我要聊小米呢 我是要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聊它 这个案例 你们知道小米第一款产品是什么吗 叫米UI 米右 它是一个建立在安卓系统上 自己的一个第三方系统 而它当时做了一个很聪明的事情 就是它做了这个米右的论坛 请所有的这些 你认为你特别有才能的人 到论坛里去找这个系统的bug 它在做一件什么事 引起你们的共鸣 形成你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力 对吧 我不光是只是做产品 我第一款产品 我就让你们来提出我有什么bug 我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 首先先让客户和客户之间产生链接 接下来它有了智能的手机 对吧 平板 到后来有了很多系列的产品 那么用户在一起优化这个bug 在一起聊小米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一个链接 那我为什么说小米是为发烧而生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男性在 购物的时候是非常理性的 但是呢 我跟你讲 我真的在小米的这个社群里啊 发现了好多它的发烧友 真的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我是做面膜的 对吧 我这四五年都在做活物品 有一天我跟他说 我哥们我有个面膜特好吃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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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小米有小米面膜 哎呀 当时我这个心里啊 真的 它做到了什么 小米能够跟你的用户粘合到 你别管是平板电脑还是手机 我未来就是出个面膜 你都会一个大老爷们都会买我小米的面膜 因为人和人之间 他已经形成了社群 他品牌已经有了他的IP 有了他的属性 因此你只要喜欢这个品牌 你喜欢雷军 你喜欢他的一切 我告诉你 他别说卖面膜了 说不好听点 你知道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个段子啊 就是在那个淘宝上 有一点屁 在网上卖 都有好多人卖 我是说小米 未来他有一天要是 劲走偏锋 试试自己的流量 可能都会有问候去卖 这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 小米有品 对吧 他整体的这个APP的属性 我专门还去网上去看了一下 他整个色调是偏灰暗的 都是比较符合就是男性的一些视角 就是有很多这个我们叫宅男 在家里研究 对吧 不愿意出门网购 都跑到小米上去买东西了 然后他的影响力是什么 我这一个哥们我跟你讲 我跟他吃饭 我俩关系特别好 一个星期要吃三到四次饭 四次里有三次 他要跟我说 我告诉你小米老牛逼了 真的 我觉得雷军是我最崇拜的人 不断跟身边的人在安利小米 这个叫什么 这个才叫裂变 叫几何性的扩张 我不需要跟你说 今天你分享三个人 对吧 云集他们怎么玩的 你今天分享三个人 你就免费 对吧 这是传统 我们在讲 分享式的经济 这种叫自发式的这种经济 自发式的这种分享 一个人背后 我们做过调研 至少有250个人的资源 他一个人就能辐射250个人 你想想 这个小米的社群 有这么多死忠粉 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几何的裂变 小米就是这样来的 小米不是靠单品在生存 它是靠单品打开了用户市场 形成社群 最后形成品牌的IP 它跟用户之间有了粘合性 所以他才会未来不管产哪个产品 他都有非常好的销量 之前的是小米两个字 那我第一个part呢 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社群 对吧 传统的思维是做产品 那我们做互联网思维 我们做社群 其实是为了找人 如果我们跟客户之间有了互动 有了信任 那我们这个流量呢 就从为这种弱化的流量 变成了沉淀式的流量 我们就能进一步地去孵化它们 而为了去做自己的变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